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我的小伙伴做了一个视频 试图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充满变数的地方 中印边境主要是东中西三段 全长2000公里 此外还有西津段 也就是2017年动朗对峙的地点 这段边境比较短 和印度是没有领土争议的 中国和布丹确实尚未华定边界 但印度你遭什么热闹 说到底还是这个地区性大国担心它脆弱的稀里古里走廊 这条走廊通向东段争议地区藏南 这里海拔堤 降水足 生物资源丰富 印度在此地设立了韦阿鲁纳切尔邦 中段和西段是在高原 环境恶劣 比如空气稀薄 紫外线强烈 日夜温差大 夏日白天能有20摄氏度 但晚上还是能跌到冰点 冬天的晚上就更冷了 能低到零下20到30摄氏度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需要常年驻守的环境 不过从距离上看 中段离印度首都英德里是最近的 相对的 中段一直比较平静 而西段 这几年印度主要就是在这里兴奋坐牢 西段我方一侧是阿赫塞清地区和阿里地区 印方这侧叫拉达克 历史上是中国西藏的藩属国 生活的是藏民 说的是藏语的方言 服装和建筑都是藏式的 拉达克过去被称作小西藏 不过现在这里叫印控特圣米亚 一直说中国对印度有居高零下的地理优势 但对于相对平坦的阿赫塞清地区 这个优势就不明显了 印度时控喜马拉雅山脉西北段 卡拉昆顿山脉 以及山脉东侧的德布桑平原 印度早就站稳了高原 道路等基建设施发展迅速 而我方的阿赫塞清基本都是无人区 东部平缓区域还修建了非常重要的219国道 这是连接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西部的唯一干线公路 中印双方交界区域到处都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群山 难以通行 但还是存在着几处山口 是沟通新疆和西藏至印度次大陆的重要通道 这些通道往往也是河流和湖泊的所在 其中一个通道叫加勒万河谷 往东可通向阿克塞清腹地 往北通向德布桑平原 往南通向班公湖 往西 啊往西就很难了 西边是卡达昆仑山脉主脉 翻越昆仑 在地图可以看出 舍越赫河谷是印度通向德布桑平原的主要通道 如果中国从加勒万河谷前出切断舍越赫河谷 那么位于德布桑平原的印度军事力量处境会非常尴尬 2019年年底开始 印度就持续底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 5月6日凌晨 印度边防部队称叶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越线深入河谷内修建工事 蓄意挑起事端 6月6日 中印双方商议缓和局势 但6月15日晚 印军悍然违背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 再次跨越时空线暴力攻击我方官兵 后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印军在冲突和溃逃过程中死了20人 沿着十月克河谷往南 离开阿克赛清到阿里 还有一个通道就是班公湖地区 这里已经发生过多次对峙 除了这一次 比较知名的 还有2017年动脑对峙期间 往上分传的这个名场面 2019年9月 中印双方又在这里短暂对峙过 今年5月底 加德万河谷冲突前 双方又再次在这里 爆发过一次肢体冲突 科普夏班公湖吧 它位于西藏日土县西城约12公里处 湖面海拔高度4240 长约150公里 但最窄处只有150 水域面积604平方公里 中国大约占三分之二 硬度控制其余的三分之一 可以看到这个湖体非常下场 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有益的现象 马克藏布和多马曲 是汇入班公湖的两条最大支流 都位于湖体的东段 这里淡水来源充分 而到了班公湖的中段和西段 淡水不计量锐减 蒸发量超过不计量 再加上湖体狭窄 湖水在东西方向上交替不畅 水体往西开始变咸 看起来印度这一侧的淡水供应 会更紧张一些 尤其是在大规模驻军的情况下 班公湖的焦点在南岸和北岸 北岸这些岸线突出部 被称为八个手指 中印时空线在第四指 简称F4 现在F4两边都有中印双方的设施 显然中方的建设能力更强 仔细看 这里还有中国的西海舰队 山脊上还有一些设施 一年前是没有的 往东走 出现一幅中国地图 加油 再往后还有规模更大的营地 说是简易营房和战壕公式 再看班公湖南岸 这里地势比北岸平坦 可以进行有限的机械化战争 印方一侧 从中印时空线到印度军事重镇楚舒勒 都是这样的良好地形 再往西北是拉达克首府列城 62年有一部飞翼军 就是沿着这个路线撤退 中方一侧 班公湖东岸一样有着战略通道219国道 回到南岸 有几个明显的军事设施 这是印度建造的一个简易机场 这个建筑是印方一侧的中印会晤点 一条小路通往中方 让我们沿着这条路前往位于我房的会晤点 别急 还要走一会儿 需要一点时间 中方会晤点距离时空线确实更远一点 再往后是一个中国的哨所 捕捉到一个篮球场 如果调整地图时间 还能清晰地看到这里有名五星红旗 一旁的盘山公路能抵达一个制高点 可以俯瞰山谷 目前这个山谷由中国控制 但8月31日晚 印度军队号称先发制人 在班公湖南岸热青山口附近 再次非法越线战控 看来是想对山谷的中国部队形成夹击 到9月7日 中国军网消息 印军非法越线进入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 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 巡邮人员鸣枪威胁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 稳控现地局势 现在的天气肯定是在转冷的 条件会变得更恶劣 对双方都是 这个僵局感觉一时半会儿是缓和不了的 未来会怎么样 我和大家一样好奇 这次我们主要是从地理的角度 尝试做一个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中国周边形势的话 欢迎收看金正伟的节目 嘿嘿嘿 最后 我是希望我的节目里面 会有一些亲历者的视角 我有小伙伴去过办公库 欢迎收看二P 看一看他的旅行见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黑兔 我终于出镜了 今天是我环球旅行的 第41天了 8月1号出发的 在开启这段冒险旅程之前呢 你需要到居住地所在的警局 开具一张边境通行证 从318国道的骑士点上海出发 自驾到达了这个青藏高原的绝美湖泊 班公湖 其实除了莫托的部分线路 西藏沿途的国道和高速都已经修建的妥妥当当 手机信号覆盖面和强度也都很好 网速超快 从珠穆朗玛峰岔到长布乡 里会有318国道 转入219国道 直到刚人波及 就这样一路向西 历经38天 于9月7号到达了西藏 跟新疆无人区交际前的帮工湖 那一抹高原蓝 看了就很难忘记 在雪山的映衬下 不输给任何一个高端度假海边 黄湖公路修得极好 也是因为路途遥远和海拔高的缘故 这里的游客和自驾者也是极少的 不需要任何门票 车子可以开到很近很近的湖边 就着倒影在湖水中的雪山和夕阳露营 其实我是想省点钱啦 但注意晚上还是非常冷的 睡在车里需要一个能抵御 零下午摄氏度的羽绒睡袋 一路自驾在4000到5500米海拔的高原 白天仍会觉得干燥上火 晚上偶尔有点头疼 所以我建议大家至少在出发前一个月 连续饮用红景天的根筋熬水 否则这个高反啊 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住的 办公湖隶属于日土县 县城中心就在附近15公里左右 它是西藏跟新疆边境的最后一个县城 但风格已经很内地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五花肉很便宜 美金只要22元 蔬菜的价格呢 就是内陆四五线城市的普通物价 在办公湖去往世界最高海拔 尿岛的码头 也有此地唯一一家四星级度假酒店 大概400到500元左右 虽说这里很靠近正义地区 但在一年前的办公湖 我感受到的只有岁月静好 相对来说 倒是摩托的气氛更紧张一点 直到离开办公湖前往龙部座 遇到迎面驶来的一场类军车 是真切地感受到 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谢谢小黑兔 它的旅行还在继续 其实听了它的介绍 我还是有点惊讶的 我以为办公湖会类似前线 应该是蛮荒调的 但我们还是在那里搞起了建设 保证物资供应 造了码头 建了酒店 还在开发旅游 虽然有些设施 看着还有些土味 但出现在离列地那么遥远的边疆 是既熟悉又亲切 也挺想去走走看看的 我相信去办公湖玩的人会越来越多 当地的经济也会越来越好 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我们不仅能守好 也能建设好 我一直认为 这是一种不押于军队的强大力量 好 今天就到这 Cut 上官方出品 领取100元优惠券 拔草国货精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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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